现在,我们详速,主题四,光的折射 光的折射,是光方向的变化 以及,这是当光线,通过两种不同密度的介质时,而产生的弯曲 以下是,光折射的视力 一支铅笔,在一杯水中呈现弯曲 水池,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 光的折射,是由于光速的变化,而产生的 这发生于,当光线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密度不同的介质时 光,在密度较高的介质中,传播较慢 在密度较低的介质中,传播的比较快 光速的变化,会导致光的传播方向,发生变化 这是光的折射 以下是光发生折射的三种情景 当光从一种,传播到另一种介质时 它沿着法线,或平行于法线,它会笔直移动,而不会弯曲或折射 尽管,速度有所变化 当光,以一定角度从空气,传播到玻璃时 这是入射角 这是入射角,I 光线会变慢,光线向发线弯曲 这是折射角,A 在这种情况下,入射角,I,大于折射角,A 当光,以一定角度,从玻璃,传播到空气时 这是入射角,I 光线会加速 光线以折射角,A,偏离法线 在这种情况下,折射角,A,大于入射角,I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光在日常生活中的折射 第一种折射现象是,游泳池看起来比较浅 当我们看着游泳池时,它看上去比实际深度浅 这是因为,从游泳池底部反射的光线,经过了高密度,到低密度的介质,而被折射了 被折射的光线,是扁离法线,而弯曲的 从顶部看的深度称为,表观深度 在此,表观深度会小于实际深度 第二个现象是,铅笔在水中,呈现出弯曲的现象 当铅笔部分进入水中时,铅笔显得弯曲 这是因为,当光从较稠密的介质,传播到较稀疏的介质时 光被折射弯曲,而扁离法线 折射的第三个例子是,晚上天空星星的闪烁 大气的密度,从外部到内随温度,和气压,而变化 在到达地球上的观察者之前,恒星发出的光,必须穿过大气层 在到达观察者之前,因为经过了不同密度的介质空间 恒星的光会多次折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恒星似乎在不断闪烁 这是主题四,光的折射的全部内容 现在,光的色散被讨论 雨后,热天彩虹的形成,是光色散的现象 光的色散,是将白光分解成其组成颜色 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电蓝,和紫色 当白光穿过玻璃棱镜,或,雨滴等介质时,可以实现此目的 光的色散,证明了白光,是七种不同颜色的光的组合 只发生光的色散,是因为,七个光的每个分量 以不同的速度,在通过玻璃棱镜时传播 当它们进入玻璃棱镜时,白光的七种颜色,会向发现方向折射 这是因为,它从低密度的介质,传播到高密度的介质 然后,当它们离开玻璃棱镜时,以不同角度,远离发现方向折射 这是因为,它从高密度的介质,传播到低密度的介质 这导致,白光中的七种颜色分散,并形成光谱 现在,让我们看看光的色散,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刻 雨后的炎热天气,彩虹的形成,是光色散的现象 穿过雨滴的光,折射,和反射,然后形成彩虹 当太阳光,以一定角度,穿过天空中的雨滴时 白光被折射,并分散为,七种不同的颜色,并形成彩虹 通常彩虹出现在,与太阳相反的方向上 这是主题五,光的色散的全部内容 现在,主题六,光的散射被讨论 光散射,是彩色光,从其原始路径的偏转 光由云层,空气颗粒,或气体组成的大气层,被偏转向各个方向 当光线,穿过大气层时 它受到云,空气颗粒,或气体的阻碍,和偏转 长波长的光,例如,红光,将不受阻拦地到达地球 而,短波长的光,例如,蓝光,将被粒子散射在大气中 五间的蓝天,和傍晚的火 是由于光的散射,而引起的现象 以下说明,中午时分,天空呈蓝色的现象 中午时分,太阳在头顶上方 因此,太阳光会在大气中,传播一小段距离,从而到达观察者 波长较长的光,例如,红光,和绿光 可以不受阻碍地,穿过大气层 短波长的光,蓝光 它被大气中的细小颗粒,被最大散射到,各个方向上 并从天空的各个方向,到达我们的眼睛 这导致天空看似蓝色的 以下说明,傍晚的天空,略带红色 在日落期间,太阳平行地位于天空 太阳光在大气中,传播的距离更长,才能到达观察者 波长较长的,红色,和橙色光,沿光路的散射较少 它毫无障碍地,到达地球 波长较短的蓝光,和紫光,被散射掉 并会在沿着长距离的路线中消失 这导致,只有波长比较长的光,能到达观察者 因此,天空看似红色 这是主题六,光的散射的全部内容 现在,我们讨论主题七,光的加减 光的加减,是光的两种不同原理 当两个原色光重叠时,光的相加,或混合,会发生,以产生辅助色光 当光,落在不透明的物体时,具有相同的颜色的光,会被反射 其他颜色的光,会被吸收,光的减色现象,就这样发生 先加色现象将被细速 当两个原色光重叠,或混合时,加色现象会发生 以产生辅助色光 原色光是无法通过,混合其他任何颜色,而被获得的基本颜色 红色,绿色,和蓝色,是原色 辅助颜色,是通过混合两种主要颜色,而形成的颜色 黄色,是红色,和绿色的混合色 阳红色,是红色,和蓝色,的混合色 青色,是绿色,和蓝色的混合色 以下加光的应用 第一是,彩点 彩色电视机的屏幕 是由,成千上万的红色,绿色,和蓝色,称为像素的小点,组成 在电视屏幕式的颜色,是三种原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混合 舞台上的彩灯 在表演期间,光的相加,在舞台上被运用,以产生特殊效果 以下是关于,剪光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物体,是因为,光线被该物体反射,并进入我们的眼睛 光的剪法,是当有色光,被不透明物体反射出相同颜色的光 并在,吸收其他颜色的同时,进入我们的眼睛的过程 不透明物体,反射的彩色光的类型 取决于,不透明物体的颜色 有四种不透明物体的类型 白色的不透明物体,会将所有白色光中的颜色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中 黑不透明物体,会吸收在白光下,所有颜色的光 这意味着,黑色不透明物体,不会反射任何颜色 具有原色的不透明物体,只会反射具有相同颜色的光 具有补色的不透明物体,将反射,与它具有相同颜色的光 以及,构成,该补色的原色光 这是四种不透明物体的类型 除了反射,减光也可以通过绿色镜来完成 彩色绿光片,是有色玻璃碎片 它只能让,具有相同颜色的光,通过 而,所有其他有色光,被吸收 绿色器,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绿色器是,原色绿色器 分别是,红色,绿色,或蓝色的滤镜 它仅允许具有相同颜色的光,通过的滤镜 其他颜色的光,将被吸收 第二种颜色过滤器是,辅助颜色过滤器 黄色,品红色,或青色的滤镜 它仅允许,与之相同颜色的光 以及,构成其辅助颜色的原色光,通过的滤镜 其他颜色的光,将被吸收 这是关于减光的应用 在相机中,绿色片被使用 绿色片被固定在相机镜头前 以用于减去,与其不相同的光 它给所拍摄的照片,赋予不同的色彩效果 这是主题期,光的加减的全部内容 我们刚刚完成了第七章,空气 谢谢您的收看